在体育世界里,记录总是被挑战,特别是年轻球员,他们往往能通过刷新历史记录,更快地被广大球迷和媒体所铭记。 随着球员技术越来越全面,身体素质不断提升,许多前辈们设立的记录都被后辈们一一打破。 然而,有六个记录,即使在未来的三十年里,也可能无法被打破,后辈们只能忘记向背。 迈迪的35秒13分,无疑是他的生涯高光时刻。 在面对强大的马次队时,迈迪凭借一己之力,扭转了比赛局势,尽管现在得分回合增多,难度降低,但至今无人能超越这一记录。 只有木雷的32秒12分接近过,想要打破迈迪的记录,难度极大。 邓肯的一人一成一千胜,更是难以备复制。 如今,一人一成的观念已经日渐淡薄,想要在一支球队拿到一千胜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要知道,历史上只有三人能做到这一点,而邓肯是其中唯一的一位。 现役球员中,也只有詹姆斯有可能达到这个成就。 其他球员,即使是坚守一支球队,也最多能做到800胜。 库里全票MVP,全票MVP历史上就出现了一次,那就是2016年的库里全票MVP。 库里的表现真的是完美,不管是个人数据,还是球队战绩。 整个联盟都被他三分投怕了,球队也打出73胜9负历史第一战绩。 媒体都被库里彻底的征服。 因此,历史唯一全票MVP诞生了张伯伦的100分。 数据虽然是刷出来的,但仍然是官方承认的单场最高得分。 现役球员中,最高得分仅为科比的81分。 想要突破100分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詹姆斯的411记录,詹姆斯4万分,1万篮板和1万助攻。 这是真正的全能战士,这样记录的成就,需要20年如一日的稳定发挥。 技术全面,且不能有大伤。 除了詹姆斯,只有威少有望实现211。 可见其难度之大,乔丹的10次得分王。 这是一项难以被超越的记录。 如今,得分王的难度越来越大,尽管现役球员中,杜兰特曾四次获得得分王,但距离乔丹的10次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未来,即使有球员能达到5次得分王,也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。 综上,这6个记录,即使在未来的30年里,也可能无法被打破,它们不仅体现了球员的个人能力。 更见证了篮球运动的进步与变化。 而对于我们来说,欣赏这些记录,感受篮球运动的魅力,才是最重要的。